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三月二十二號的公視手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花蓮昨天晚間六點多 發生瑞士規模五點三的地震 最大震度花蓮 南投 臺中和宜蘭 都是四級 索性沒有傳出嚴重災情 氣象署表示未來三天可能有規模四到五 四點五到五的雨震 鏡頭劇烈搖晃 二十一號晚間六點四十九分 花蓮縣秀林鄉發生瑞士規模五點三的地震 全臺各地都有感 其中花蓮 南投 臺中和宜蘭 最大震度四級 距離正央最近的花蓮 民眾都感受到地震的劇烈晃動 受到地震影響 宜蘭到瑞瑞間各次列車都有延誤 根據中央氣象署報告 正央位置在花蓮縣政府西北方十三點二公里 位於花蓮縣秀林鄉地震深度二十點二公里 屬於極潛層地震 氣象署解釋地震 地震成因是花蓮外海菲律賓板塊往歐亞板塊引沒 地震發生後約十秒就對花蓮發出國家級警報 雖然北部震度只有一到兩極 但民眾仍然很有感 那特別提到在新北市跟臺北市由於有一些高樓 那高樓在受到這個地震影響之後呢 它的搖晃會特別的顯著 所信沒有傳出嚴重災情 氣象署也指出 根據統計此震央附近今年至今規模五以上的地震 共有八起 另外這個地區也有許多小型地震 預估接下來三天會有規模四點五到五的余震 記者溫家凱正維人 文綠昌綜合報導 美國聯準會宣布利率不變 而臺灣央行昨天舉行里監視會議 在考量電價韓漲推升通膨壓力下 出乎意料地宣布升息半碼 這也是去年第二季以來第一次升息 結束一連兩天會議 美國聯準會宣布維持利率不變 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 保持在百分之五點二五到百分之五點五 值得關注的是從利率點證圖顯示 到今年年底為止 預計將降息三次一次一碼 這項決策讓不少投資人吃了定心丸 美股應聲上漲 主要指數收盤都創歷史新高 道全工業指數收在三萬九千多點 標普五百指數更首度衝破五千兩百點大關 聯準會放歌美股應聲大漲也帶動台股早盤 跳空開高走高收盤大漲四百一十四點收在兩萬零一百九十九點 創下台股歷史新高成交金額新台幣四千八百六十億元 但國內央行李建市會議經過四個多小時的討論 考量電價韓漲推升通膨壓力 出乎市場預料宣布三月二十二號起升息半碼 重貼限率上揚到百分之二 這也是去年第二季以來首次升息 同時央行也上修今年我國消費者物價指數到百分之二點一六 仍突破通膨警戒線百分之二 今天的理事呢也都非常的贊同 就是說中央運行在這一次呢 因為就是說是通膨預期 那我們調升是一個宣示的效果 明年的經濟成長率我們是稍微上調 稍微上調 3.25 那我們會持續的來關注 就是說電價調整進民轉型 對國內通膨的過去發展 楊金龍表示這一次升息調整是逐步的 是反應供給面的措施去壓抑通膨 但他也認為通膨是中長期影響 假如第四季可以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其他國家也調降 油價也維持現況 那麼服務類通膨就會降下來 記者為陳柏宇推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自由時報報導 電價費率審議會今天登場 估計四月電價平均漲幅百分之十一 約一千三百萬住商用戶僅調百分之五 中國時報是今年臺北市第一選區立委候選人賴宗裕 因為重度腦性麻痺要求延長證件發表時間 卻遭北市選委會拒絕 賴宗裕向北市社會局遞交陳情書 期盼北市遵守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 社會局回應未來會邀請選委會和專家學者 討論促進身障者參選環境 聯合報提到了衛福部公布最新國內失智症調查 六十五歲以上失智症盛行率近百分之八 人數達三十五萬人 而且女多於男年齡越高 失智比率越高 看完報紙重點繼續來關心 海巡署艦艇二十日下午前往澎湖七美 還有貓雨草雨附近海域 驅趕了七艘中國漁船 但因為風浪太大無法登船 所以艦艇是以廣播水泡和鳴笛的方式驅趕陸船離開 浪高三四米不斷拍打我海巡署艦艇 儘管海巡不佳但把鏡頭拉近一看 仍可見中國漁船還拖著漁網航行 公然越界闖入我國禁止水域 二十號下午海巡署派遣艦隊掃蕩驅離 後然發現漁船還刻意塗掉船名 二十號下午第八海巡隊屏東艦 及一百八拐巡訪艇執行護湧專案 威力掃蕩勤務 以雷達徵搜可疑目標 二十號下午三點起 發現澎湖七美南十海里附近海域 有五艘塗抹船名或無船名的中國漁船 在草宇南2.8海里附近海域 發現兩艘塗抹或無船名的中國漁船 除了鳴笛還以水泡驅離 近期中國漁船越接受外界關注 海巡署金馬鵬分署表示 會繼續秉持不迴避不退縮 堅定的執法立場 來維護國家海域安全 確保海域治安 保障我漁民的生計及作業安全 記者 吳家寶綜合報導 金門有兩名吊客被中國海警船救起 但其中一人具有現役軍人身份 導致兩人現在還留置在中國 另一人有慢性病 需要定時服藥 因此家屬喊話 希望可以趕快把人送回來 陸委會和海巡署都表示 但是還在持續溝通 金門兩名吊客日前出海迷航 被中國海警船救起 原本中方規劃十九號將人送回 但其中一名胡姓男子被查出具有現役軍人身份 導致送回計畫生變 國安局長蔡明彥二十一號證實 每天都有接到回報還在溝通中 當無姓男子罹患慢性病 家屬出面喊話 希望人可以趕快送回來 金門縣長陳富海也表示 兩人是單純休閒海調 因為天氣揍變才不慎迷航 縣府也準備好水勢鎖漁船 能隨時前往指定海域將人帶回 海巡署強調 以透過管道持續溝通 陸委會表示 兩岸過去有許多海上合作救援經驗 都是以人平安送回為優先 陸方這邊如果有消息 那隨時會知會我們 那我們海巡艇也會立即派遣 進行人員海上移交 我們海巡聯繫的結果 對方表示說 上面還沒有做出決定 所以還沒有辦法 順利的接回我們的兩位民眾 兩岸合作的經驗 告訴我們這個送還的過程 並不是會構成什麼樣的困擾 陸委會表示 2月14號中國漁船翻覆案後 在接連發生落海共同搜救意外 有注意到中方回應 轉為較積極正面 是正向發展 也顯示對岸認知三無船涉及違法 近期中方不同部門 都有公告加強取締三無船 未來不幸事件 渴望能明顯減少 至於先前中國抽殺船 屢屢越界違法抽殺 陸委會強調 在我方多次抗議後 對岸有加強管理 雙方共同阻止違法行為 也是一種合作 記者翁翁張明如綜合報導 發生在去年底的新北市國三生戈警案 涉案少年和少女 經過新北地院的少年法庭 三個月調查審理 在昨天分別裁定 以涉犯殺人和教唆殺人罪 移送檢方偵辦 全案還可抗告 接地線上蒲公英悼念 受害學生父母也曾親自出席追思會 孩子去年底在國中校園遭同裁割警死亡 新北地院少年法庭經過三個月審理 二十一號裁定 涉案少年少女移送檢方正辦 裁定移送理由 少年法庭認定兩人分別涉犯殺人 及教唆殺人罪 都是罪情本刑 五年以上重罪 符合少氏法相關規定 加上行為時也已滿十四歲 全案還可抗告 在地檢署認定 就是確實有這樣子的案件 他再起訴的話 他會起訴回少年法庭 再由少年法庭的部分去做審理 就會有刑責 針對父母的刑責的部分 他們希望有一個檢討 相較保護管束等處分 將來只要檢方起訴 涉案未成年就面臨刑責 但法律相關規定 少年不得判死與無期徒刑 入監後有毀物刑滿三分之一 能假釋也讓受害家屬無法接受 家屬痛心發生 多次訴求少氏法修法 司法院回應 讓少年家長負刑則 相關修法得由刑罰 主責機關演義 法務部則表示刑罰財 個人原則不會有連作罰 記者 全關訊息政令 新北報導 凱開案引發全臺關注 行政院長陳建仁在院會上要求 相關部會要研商 看是否設置專責的兒少保護機構 社家屬則說明在收出養兒童方面 會再強化地方的設政主管機關角色 並由地方政府評估出養必要性 並安排出養前的安置照顧服務 涉嫌把一歲小男童虐待致死的 留姓保姆 二十一號被北檢提訊 案件持續引發關注 行政院長陳建仁 更指示相關部會延商 看是否要設置專責兒少保護機構 我們應該在中央政府 相關部會設置專責的機構 來做一個總整的情形 包括了像產權的照顧 幼兒專責醫師 兒童發展 努力等等的這些方案 而社家屬是到行政院會報告 列出案情還有服務時序表 點出了新北社會局 住英社福中心 兒福聯盟還有北市社會局 居脫中心的未盡之處 那京北社會局是立刻反駁 新北市已經開案服務 不過他比較著重在整個案家的 一個經濟議題 那對於案童的出養必要性 是不是有進行評估 台北市 新北市跟兒盟 都非常努力在做很多的服務 可是都沒有做橫向的一個聯繫 都是依照專業跟兒童最佳的利益來進行 事實上按中央的法規 收出養的評估就是應該由這個中央的 所核准的收出養的媒核機構來進行 衛福部強調在收出養兒童方面 會強化地方設政主管機關的角色 並由地方政府評估出養必要性 及安排出養前的安置照顧服務 同時也將說法整合兒少保護與脆弱家庭通保機制 需要有一個保姆症更新的機制 政府去投入更多的經費 提高這些房事員或者是社工他們的薪資 增加員額 房事高 他可以去減少孩子被不當對待的機會 許者點出保姆登記症的更新機制 還有社工人力和薪資待遇調整的議題 建議三官單位來思考 而至於兒福聯盟該如何處理 主管機關之一的教育部指出 會依財團法人法 合衛服部來進行專案檢查 瞭解是否有違規 如果限期未改善的話 最終可廢止設立 記者曹彥駿出負財朋友組 台北報導 台階電有兩座先進封裝廠 都落腳在嘉義縣 第一座預計在二零二八年量產 每天會需要三點六萬噸的用水 外界擔憂 雲家會掀起搶水大戰 經濟部回應 台積電的主要供水來源 是再深水及海淡水 將優先使用嘉義縣水源 如果雲林湖山水庫有餘育才做調度 湖山水庫岸邊草地鬱鬱鬱 今年入冬枯水期降雨較少 南區水資源分屬未雨綢繆 調波雲林湖山及臺南增文 烏山頭水庫水源支援嘉義 但調度也帶出缺水問題 因為台積電兩座先進封裝廠 都將落腳嘉義縣 第一座預計二零二八年量產 屆時每天需三點六萬噸用水 讓外界擔憂 引發雲家搶水疑慮 張立山不滿強調雲林水電人才都不缺 若台積電進駐雲林 根本不需用到湖山水庫水源 嘉義縣長翁張良則表示水資源應用 是整體性問題 非線是界線問題 雲林縣的湖山水庫大概百分之七十六的集水面積 是在嘉義縣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為了臺灣的整體發展 為了產業的發展 那我想我們應該要共享水源 雲家搶水問題成了立院關注焦點 雖經濟部表示西部廊道有珍珠串計畫 水源南北互相調度 且臺積電有再生水廠因應 但立委也質疑再生水夠用嗎 在野水廠現在設大概也要四五年的時間 那所以這個設了以後 基本上就可以他們由這個再生水來供 主要的水 主要的來源是再生水跟海淡水 以及當地汽油的水源 像藍潭仁義潭 整個嘉義地區它的水資源調度 跟台南雲林是結合在一起 不管有沒有台積電 經濟部表示台積電未來長期供水來源是再生水 及海淡水 雖短期因海淡廠還在規劃等 會有調度問題 但會優先使用嘉義線水源 湖山水庫有餘餘時才會調度供應 記者綜合報導 每到枯水期地下水解汗成為探討議題 中央大學調查發現 在二零二一年大汗期間 即使遭遇嚴重的缺水危機 新屋海岸帶地下水出流量還是很豐沛 每年達一億公噸 相當於是半座石門水庫的容量 石門水庫水位持續下探 目前蓄水量七千一百萬噸 蓄水率約為百分之三十四點八 今年春雨降雨較歷年平均少 桃園一天明晨用水一百二十萬噸 板心則由翡翠水庫調供每天七十七到八十一萬噸 另外農業用水也節水三成 先已順利完成春耕整田用水供應 從去年的十一月進入枯水期到三月為止 確實降雨量的部分 是歷史平均值的差不多四到五成 率為偏低一點 因應氣候變遷衝擊石門水庫水勤長吃緊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院團隊 在新屋領海工作站 透過專警調查發現 新屋海岸帶地下水出流量相當豐沛 每年出流量高達一億公噸 相當伴坐石門水庫容量 中央大研究團隊表示 研究團隊透過專警深入地下一百公尺 發現打出的人是淡水 即使在二零二一年大旱期間遭遇臺灣五十六年來 最嚴重的缺水危機 地下水出流量仍然相當豐沛 未來可作為水資源使用 但如何集水開發不至於造成海水入侵和地層下陷 涉及政策科學和工程等多重挑戰 還需要兼顧出海口的生態平衡 記者詹蘇雲 桃園報導 瑞士的空品科技公司公布 第六屆全球空氣品質年度報告 臺灣空品最差的前三名城市 是彰化 臺南與屏東東港 工部門質疑數據的準確性 但環團批評工單位在模糊焦點 應參考大數據 凱善空品 大氣中一片灰蒙蒙 臺灣西班部二十一號空氣品質不佳 瑞士空氣品質追蹤業者IQ Air 近期公布二零二三年世界空氣品質報告 其中臺灣空品最差的前三名城市 分別為彰化 臺南與屏東縣東港 彰化線環保局隨即發新聞稿反駁 數據與國家測證相差甚多 彰化線從107年的時候PM2.5是21.3 到去年底已經降到16.4微克 是PM2.5減量的前段版 以2023年的PM2.5數值來看 IQ Air資料顯示 彰化為美立方公尺24.5微克 臺南為20.9微克 但兩縣市環保局測證資料 卻分別為16.4微克與18.2微克 質疑這家販售空氣清淨機的私人公司 數據來源有61%為低成本的空氣品質感測器 未必能反映真實狀況 彰化線環境保護聯盟批評 環境部在彰化縣只有彰化園林 縣西二林大城五個測站 在彰濱產業園區也有廣設微型空屏感測器 以補足傳統測站密度不足 政府應參考IQ Air報告的大數據 看整體趨勢來改善空品 而不是質疑其精確度作為推託支持 國外的網站它其實是有 架設非常多的微型感測器 是在臺灣的 就是有參考的價值 那你不應該去質疑說 它的數據有問題 可能太高或是怎麼樣 你應該去想說 那既然這個數據 那麼多的大數據裡面 可以看到彰化的空氣污染 就是這麼嚴重 那你應該要想辦法找出 要怎麼樣降低污染 不是去質疑它的數據 這樣沒有意義啊 還有九座焚化爐 呼籲應積極管控污染源 別模糊焦點 記者阿明鳳 冯翰群文正衡 彰化臺南報導 關心天氣 今天各地溫暖穩定 白天暖熱 早晚涼 北部東半部 高溫會來到二十四到二十六度 而中南部地區為二十六到二十八度 感受上會偏熱 接著就提供您 各地的氣象資料 駅長雲 吉利盧 哲學中 篩 駅長雲 落大 一路 駅長雲 駅長雲 打開 駅長雲 踩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牛宣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 再會 我們下週一會 我們下週一會